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非盟委员会主席法基。 习近平指出,非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帜和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 近年来,中国同非盟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密切协调配合。 我高兴地看到,中国原非盟非洲疾控中心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为非洲卫生事业和人民健康福祉做出贡献。 中方支持非盟在中非友好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愿以此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为契机,推动中国同非盟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包括中国和非洲在内的全球南方声势着然壮大,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非洲是世界重要一级,是中国外交重要优先方向。 中方愿同非方密切政治交往,深化战略互信,加强务实合作,分享发展经验,促进共同发展。 密切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法基表示,我担任非盟主席八年来,见证了非盟同中国关系的快速发展。 感谢中方,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为促进非中伙伴关系发展和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设发挥的卓越领导力。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坚定支持非洲反殖民、反帝、反种族歧视斗争, 在基础设施、卫生、能源、产业、安全等各领域,为非洲国家提供宝贵帮助。 还率先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非方对此高度赞赏,衷心感谢。 正因如此,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国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系列重大倡议, 致力于让各国人民共享和平和发展机遇。 这对于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团结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公平合理、至关重要。 非方期待中国继续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为帮助非洲实现现代化、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王毅参加上述活动